欸 老闆 嗨 你家的冷氣怎麼這麼冷啊 到底買什麼詭異的冷氣啊 哎呀 問的好 來給你介紹一下 我家用的就是日立的變頻空調 那日立的空調可以分成四個等級 精品 旗艦 頂級 尊柔 基本上我會建議至少從旗艦以下開始做選購 為什麼呢 因為精品它的壓縮機是這個上海製造 也就是大陸製 旗艦要注意的是它的規格稍微少一點點 旗艦跟頂級主要差別在它的凍結寫進2.0跟1.0 那2.0比1.0多的熱風乾燥 凍結寫進大家應該都知道 最主要就是為了避免冷氣吹久的時候 水氣依附在底極片上面 久了以後就會有這種酸臭味把它吹出來 多的熱風烘乾 進化效果會來得更好 接下來講一下我用的是尊榮的款式 尊榮跟頂級的差異在什麼地方呢 主要差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凍結寫進變成2.0 plus 也就是多的電磊液菌 它液菌的效果會再升一級 再來就是什麼物聯網操作的部分 你可以透過手機去監控你家裡所有空調的用電量 不管是1對1還是1對多 都可以去做一個檢測 你也可以去設定這個定時的開關機 每一個空間都可以去做個別設計 然後呢也可以透過你的APP去調整風量 調整溫度 調整模式 以上就是日曆空調的一個介紹 成家所需的全套家電都可以在夜店找到 不僅有專業的安裝程度讓你安裝不踩雷 同時還有超優的彈性付款 讓你根據進場階段分批完成結帳 最重要的是什麼 來夜店買越多折越多 挑戰市場最低價 還不趕緊拿起手機私訊 索取最優惠的真人報價